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只有一条路通到镇上 没多久就被抓了回来 又是一顿毒打 这时他表弟又来了 春梅一想 这个表弟是个老师 是个可以托付的人 于是就想着跟表弟好好相处 两人产生了感情 表弟发誓一定会带春梅出去 一次两人偷情中被抓了个镇着 之后表弟无脸待在村里并离开了 春梅唯一的希望也就没有了 春梅不想再在这里待任何时候了 次日到商店买东西 并以自身为交换条件借了40元钱 这次有钱了又跑了出去 并成功地来到了镇上 上了出城的中八 可阿贵一行人也赶到了 又一次被绑了回去 另一方面 春梅还在不断地让游地员往外面送信 一次意外 注意到自己立嫁没有来 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这可把他急得 痛恨不已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还生了个男孩 阿贵一家认为 有了孩子终于可以死心塌地地待在这里了 一日看到林家小孩就上去问有没有信 后来得知自己的信一封都没有送出去 都送到了村里 之后给阿贵了 后来林家小孩让春梅叫他写字 突然想到可以让小孩帮他送信出去 终于成功地送了一封信出去了 转眼几天 春梅父亲和两名民警来接春梅了 可万万没想到 警察来了也没能把人接走 后来 为了带女儿春梅走 父亲和阿贵扭打在了一起 气愤已久的春梅拿起菜刀就砍了过去 到这里 故事就结束了 其实被拐卖的事件年年都在发生 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智取 其实像春梅这样的已经很幸运了 至少还活着 还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爹娘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